太平洋很辛苦 很熱 對啊 真的 真的是很辛苦 這就是我今天的工作 嗨 我是蔚蕾 你慢一點 你這個會不會太明顯 我一直都蠻明顯的 嗨 我是蔚蕾 我是洪蕾 我們今天來到海東的北屯區 這裡好像是富豪住的地方 房子好高啊 秘密的住宅區裡面有一家 聽說蠻厲害的騷漏店 那跟著我們看下去吧 GO 我們今天要來吃的是富田燒肉 它其實整家店都非常日式的風格 有那種紅燈籠 然後上面就會有牛肉的名字 像什麼松板牛 吃床牛 是什麼 吃到上床的牛 這個有沒有很像澡堂的話 海波浪 海波浪 我們今天吃的是這個 日本上選A5和牛1899 我們還有加了一個999的 像我這麼愛吃牛肉 一定要加點這個 因為才999而已 第一次看到燒肉店有麵線 等一下可能會談一個燒酒精湿 這個是我覺得最特別 就是一般日式炸牛排店才會有的 好多 看到這個我覺得蠻喜歡的 對 它這一家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也就是它還有那個個人的套餐 因為燒肉店很少會一個人來吃 可能你跟男朋友剛分手 然後今天是你的生意 是不是一定要這麼難過 你想要一個人來慶祝 這裡面是雞湯 它比較特別的是它有素蟲花 哦 蟲花蠻特別的 白白的有點像跟烏麻有點像 還不錯 很好喝的 就是清爽清爽的 不是要很濃郁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燒肉店 雞湯就變成一個標配 因為從烏麻開始之後 可是每一家雞湯都有自己的特色 很香欸 現在是要整碗拿去吃嗎 我 我要吃什麼 你吃飯什麼啊 麵線不是我的嗎 麵線我要吃啊 要生氣了 不是 麵線有點太狗了 哦 它是狗在一起 不知道是不是先煮好的 你的表情跟我剛剛明明就一樣 也沒有比較好 它的那個牛肉燥啊 是屬於比較肥的 而且是爽度很高的 可是如果你不喜歡吃肥的人 你對這個和牛變性就嫌比較多 這是套餐附的 這真的很像焗酒屋欸 烤雞串還有烤青魚 我沒有烤吃到什麼 它的調味是剛剛好 日式醬的感覺天天鹹鹹 然後蠻入味的 好吃嗎 好吃 真的好吃 你的醃 你要不要吃一口 我還好 我媽是要是給我大概30幾條烤青魚 我最近有點害怕烤青魚 這個算是這裡面的小點 我覺得算是好吃的 哦 因為它的魚是外皮是脆脆的 然後那個油脂又不會油 是鮮甜的那種油脂 那個好吃 這樣這上我很會 那種油脂 那種油脂 就像是蘋果 我會用我幫你吃的 这一盘就是我们家999吃到的 其实这蛮大盘的 然后可以吃到日本和牛 澳洲巧克力和牛 安格斯嫩尖 和式牛小盘 吃看看这个嫩尖 嫩尖我记得都是牛味比较重 它这个倒热真的很坏 一下去就吃个香 我觉得这烤盘烤起来跟烧肉有一点不太一样 对啊 其实那就是有点像我们在家里吃那种 铁锅烧烤的一样 像这好像就可以了 因为它真的很烤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 鸡红蛋白在底有没有 啾啾解说的 一个普通的肉 你要把它烤得很好吃 真的需要一点功力 这块真的很好吃 那它是普通的肉还是你的功力好 它是普通的肉啊 因为嫩尖就是比较普通 它虽然是叫嫩尖 可是不是代表它特别嫩 真的很好吃耶 我觉得它的肉真的蛮好吃的 你要把它铺平 好多缩 这是烧肉纠茶队耶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会要放的 这个是巧克力和牛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闻起来真的有一股巧克力味 它是有啊 它真的有吗 它真的有巧克力味 很好吃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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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好吃 嗯 幸福的是呢 我觉得那个巧克力和牛在烤的时候 我真的好像有闻到巧克力的味道 吃起来就是 普通的牛肉味 我还觉得还蛮好吃的 嗯 菜变得很幸福很乐耶 对啊 真的 真的是很幸福啊 这就是我今天的工作 嗯 还没有吃到日本和牛 哦 很滋 其实它味道没有很浓 没有很重 我觉得 对对对 它没有抢牛肉的味道 他们家呢 都是属于那种 没有调味太多 都没有调味太多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像这种的 说比较追求原味的牛肉 对追求原味的 有些人是追求调味的 对啦 有些是 有些烧肉店很厉害 就是厉害在它的调味是很特别的 等一下哦 我们肉的话 下去 不要翻 出血血之后翻几面就好 那其实 我们翻过来之后 翻几秒就可以切了 太多的都是熟 谢谢 刚刚那个老板 帮我们烤了一片 对老板烤的日本和牛 它在烤的方式是属于就是 一面比较熟一点 因为它 冒到很多油的时候才翻面 那跟你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其实就是 每个人的想法风跟不一样 不要把它铺平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会要翻 真的很嫩耶 我今天第一次吃到日本和牛 真的很嫩 刚刚都是我在吃 而且是入口即化 然后油脂味很少 就是你只会吃到满满的肉味 整个感觉就是溶于水 就是有点像喝汤一样 然后就是满满的那个肉纤维 它这个日本和牛的等级是高的 虽然是A5的 但是其实A5还有分 细分一些等级 嗯 我觉得这个是 很好吃的和牛 我在吃这个樱桃鸭 其实每次去烧肉店 我都会点樱桃鸭 然后樱桃鸭其实也不用烤到我们全手 它大概就七八分手 肉园鸭肉是要全手的 你肠胃那么好 你怎么会拉肚子呢 不会 所以我一分手就可以吃就对了 我现在烤这个是要给你吃的 差不多了 嗯 你有看到吗 是有要谋害你的同事吗 谋害姐姐 你是我姐姐啊 晨风破浪的姐姐 你觉得我们有像吗 大家觉得我们有像吗 我觉得我眼睛可能没有你的眉毛大 要带我两岁啦 谁带你两岁啦 笑点有个奇怪 就带我两岁 我哪有带你两岁 我带你一个月而已 tease我 那天报我的身高 现在又乱报我年纪 他会一直帮你换 对对对 他会一直定期的过来买换 我说他们的桌数比较多 晚上人应该比较多 因为今天是礼拜一 比较不会有人来吃居酒 地上这样子我就会吃了 好让摄影机闻看看 有闻到吗 大家有闻到吗 有闻到了 闻到了 对啊 这种一家的人酱才好吃 咦 你不是说这块是我的吗 等一下你刚刚说这块是我的 你的油脂是很香 鲜甜滑嫩的 滑嫩哦 对滑嫩 我喜欢这个樱桃鸭 现在它只有四片了 可是它真的很好吃 哦 樱桃鸭这么厉害 很好吃 所以刚刚那片不是我的吗 你就想给我夹走 我现在考虑这个是要给你吃的 老板刚刚说这个樱桃鸭是属于鸭腿的部位 难怪我觉得吃起来有点弹性 一般都是吃到樱桃鸭胸嘛 一般都是用鸭胸就是鸭腿的部位 它整口吃会比较爽一点的 它其实很不一样 很香 一般的樱桃鸭胸也会吃到一股鸭肉的味道 那它这个就是很Q彈 Q彈的感觉很明显 这应该是猪肉的吧 猪肉泡菜 它有一支那种比较松一点 我觉得很太松散了 还行 对啊就这样 大力推电的鸡肉串 鸡肉串还不错 还不错还蛮香的啊 可是我觉得它们家就是 我觉得肉都蛮好吃的 然后主食类的我个人还好 比起来看这家烤肉店嘛 我们不要想太多 它这个鸡肉串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是我觉得很可以讲 它的边角是属于有点焦焦的 然后里面是暖嫩的 所以你吃下去那个口感上面是蛮好的 上面这些酱啊是蛮好吃的 就是也真的是像我会说的就是甜酱 甜鲜甜鲜 对啊它就是那种日式酱的 我觉得蛮适合就是 你下班很累的 你先来这边喝个小酒 然后跟朋友吃个烧肉这样子 或是你自己想来吃也可以 因为我们有看到一个人来吃的 你有看到 然后有看到那边 旁边最角落有做一个人来吃的 餐厅的氛围不是那种什么很高大上 它是我觉得是有点 会让你觉得很轻松自在啦 正好就会让你觉得很放松 就像刚刚柜子说 就很适合那种下班来这边聊聊天 然后你觉得可以彻底的放松一下 自己今天的疲劳 刚刚有句我们刚刚在录节尾 老板刚好晃过来跟我们聊天 他说那个鱼池的鱼啊 有时候会被鸟吃耶 这里就是一个生态游泳区啊 其实就是 Discovery 你在这边吃饭也可以 生态的感觉也不错 我觉得整体吃下来 我觉得它的肉是好吃的 然后那个其他餐点的部分啊 我觉得就是那个鸡肉串跟青鱼还不错 因为像我们今天这样点花肉量真的是蛮多的 然后配个酒这样吃 我觉得就很好 其实这样肉也是比较厚一点的 我觉得还不错 对 OK好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可以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 下次见啰 拜拜 by bwd6